台九县瑞翔途经武贺台地到三明路段 安全警官拓宽工程 历经了14次的流标后 终于由瑞穗子弟出身的营造业者得标投入失作 不仅在地所会首长民意代表 苏华改工程处处长李中仁也亲自到场主持开工典礼 并表示总工程经费约14多亿元 若没有问题将预计在116年底完工 苏华改工程处推动台九县瑞翔到三明段 安全警官道路拓宽工程 历经14次的流标后 终于在今天顺利开工 因为历经了疫情 还有整个的物价波动 这段期间 那我们经历了14次的招标 那都流标 那我们所幸在去年年底 那我们在做第15次招标的时候 那我们很高兴有益东营造国有限公司 来投标 那我们也顺利的完成了这个绝标 那定在今天做现场的那个动土典礼 工程处处长朱宗仁亲自到场主持开工典礼 期望工程平安顺利 瑞翠乡所会首长 地方各界也都乐见其成 给予最大的祝福 我们的苏华这条路要开 在这边免得了 在这边祝福 我们所有的一切平安顺利 在此 温騰是没有什么说很重要的 就是说 安全措施要做好 夜间照片要做好 从111年起 苏华改工程处开始推动台九县瑞翔到三明段道路拓宽工程计划 逐一突破疫情冲击 建材原物料上涨 以及缺工 花莲地震风灾的考验 今年顺利发暴动工 苏华改工程处处长朱宗仁表示 若工程没有问题 预计将会在116年底完工 预计到116年底完工 那整个景观大道的特性 最主要是要融入我们台湾后花园的整个景观大道 以景观、安全、人文、生态为主 事实上这段道路拓宽工程 主要工区的五鹤台地为欧亚板块交接处 复杂水文地形以及地质破碎、城污潮湿等天然环境因素 这座工程相当具有挑战性 特别有名的是它的地质特别的糟糕 那即使以日本的技术过去在做隧道的时候也吃尽了苦头 那到了民国时代我们做自讲隧道 前后两次都遭遇困难 那所以我祈求我们工程的团队 当然在施工当中一定要注意到安全 如果觉得说我们的职责是暗途施工 如果你算暗途施工 发现上面确实有困难 对于公共安全有疑虑的时候 一定务必要向建造单位反应 我们会跟司机单位做研究 去探讨出来最安全最好的方式 把这个工程问题做解决 而且怎么做的过程 一定会顾虑到老百姓的安全以及出入的方便 说信这一次由瑞穗子弟出身的营造业者得标投入师座 总工程经费约14多亿元 这段将近6公里多的路程 以无贺台地产业、人文、生态、休闲观光交通为主轴 工程师座是采快慢分道 以及有道路采两侧拓建以及相关的部署工程 拓宽后道路台地段全宽30公尺 苏花改工程处处长朱中仁建一部表示 施工作业期间遭通黑暗期 也请大家多多体谅与配合 记者十一遇览瑞穗采访报导